中国大陆最大内陆淡水湖 新疆博斯藤湖 水面结冰出现冰花奇观 在阳光照射下 犹如一朵朵冰花绽放 没不生收 日前中国大陆各省气温明显回升 不过新疆仍有暴雪天 新疆阿勒泰出现风吹雪 部分路段严重积雪 能见度极低 让当地交警和电力部门人员 疲于奔命 而新疆暴雪的同时 其他各省则被大雾折天 上海持续大雾能见度低 导致护凤高速公路 4号发生连环车祸 只见十几辆车撞成一团 车头全毁 幸好无人伤亡 另外发布大雾橙色预警的江西 城市被农物笼罩 境内27条高速公路 沿线180几座收费站入口 被迫临时封闭 大陆中央气象台连发十天大雾预警 河北 山东 江苏 安徽 重庆等省市 不只有大雾 局部地区甚至有难见度 低于50米的特强浓雾 专家分析 由于水气充足 温度偏低 导致空气中凝结出大量小水滴 加上冷空气较弱 水气才不易飘散 预计4号到6号的夜间至早晨时段 我国的江苏 安徽 四川盆地 湖北东部等地仍有大雾天气 其中在苏晚的部分地区 有能见度低于200米的强浓雾 大陆各地一片雾茫茫 交通意外频传 专家表示 幸好6号白天 亦受冷空气影响 大雾将逐渐消散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